來玩Youtuber小玉 過去利用聲韋技術 將多位政商人士、藝人以及人氣網紅的臉 移植到A片中AV女優身上 散布後謀利破千萬 事件爆發後 她遭到眾多受害者提告 一審遭判5年6個月 得一顆罰金 而日前二審結果出爐 高等法院加重判5年徒刑 不得一顆罰金 另一年8個月 得一顆罰金 全案人可上訴 得知判決結果後 身為受害者之一的最美性學博士徐蘭芳 在社群發文表示 感謝警察從開始筆錄內容的調查 以及開庭之後 律師與法官的幫忙和審判 雖然該誤會的已經造成傷害 但都是自己要學習的 對此我好我們紛紛留言 恭喜她終於討回了公道 也直言原在座 老天爺果然有在看 而面對酸民開狂槍 詢問哪裡能看到她的騙子 徐蘭芳選擇正面回擊 回應對方表示 可以帶她到警局去看 獲得不少網友點贊支持